新鮮水果搭配不同食材 大小朋友都爱吃 疫情期间除了做好防护措施 营养师也建议可以多摄取高维生素C的食物 其实维生素C其实它有很多研究发现 可以帮助我们抗菌 抗病毒 还有抗氧化 每天只要补充1到1.5颗的奇异果 就可以符合卫福部建议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维生素C的含量 100毫克 酸酸甜甜的小朋友好入口 它不仅是水果还可以入菜做点心 营养师也提醒除了维生素C 提升免疫力跟肠道息息相关 因为人体有7成的免疫细胞都在肠道 举例来说奇异果其实它同时含有非常丰富的 膳食纤维以及水果酵素 所以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打造有利于好菌 生长以及多虫菌虫的一个生长环境 所以其实我们轻松的一个补充健康的同时 又可以享受美味的愉悦力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加上正值流感高峰期 除了勤洗手戴口罩 也要记得摄取高C蔬果 内外防护双管齐下 解离新线王爱妮台北报道